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 是绝品 时间要回到51年前 72年的4月份 当时是林医地区卫生局 在银雀山上面进行基建施工 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下 发现了这两座古墓葬 那主检就是在银雀山一号墓和二号墓 存放寻葬品的边箱内发现的 经过整理这一批主检一共是有4974枚 因为它毕竟是在地下存放了2000多年 但是大部分的主检 它上面就是用毛笔占墨书写的文字 还都是非常清楚的 大量的主检兵书在银雀山汉墓中发掘出土 轰动了海内外 银雀山汉墓先后入选了20世纪 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孙子兵法的主检也入选了九大振国之宝 孙子兵法的源流的争议得到了解决 历史上关于孙武孙命是不是两位军事家 孙命兵法这部书是不是存在过 有很大的疑义 由于孙命兵法失传了1700多年 在随书之后就不见了关于它的记载 这一次这两部兵书同时在银雀山一号墓内发掘出土 是彻底地澄清了这个疑问 它对于原来传世本的孙子兵法其他版本的教刊 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 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主检 全部都是用毛笔占墨书写上去的 它是一种由小传到历书 演变过渡时期的书体 是纵视汉历 既有小传体的圆润的感觉 也有了历书的横平竖直 蚕头燕尾和一波三折的特点 汉历书在中国书法史上 被称之为是古今汉字的飞水灵 主检版本的孙子兵法 它对于研究当时书法艺术 是提供了很重要的文字资料 对于《生子兵法》的理解 它不应该只是一部单纯的兵书 它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它是一部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书籍 它其中的一些谋略思想 对于世界的影响有着普遍适用性的特点 《孙子兵法》现在在世界上的流传也是非常的广泛 它的版本也特别的多 像很多国家的一些军事院校也都是把它列为必修的课程 虽然它是一部兵书类的典籍 但是它倡导的是和平 孙武的基本战争观是安国全军 是全胜 是道胜 是上兵伐谋 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对于遏制战争 维护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和导向作用 同时我们在读这一部兵书的时候还会发现 它的书中蕴含着文字美 节奏美 意境美和逻辑美等等 体现了孙武的求知 求真 求和 求美的至高境界 那我们在诵读之后 应该也会在思考和队伍中 领略战争的艺术和真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